廉假期间来看到台东山区部落有不少年长者 正逢清明节就怕返乡人潮把疫情也带回了部落 因此他们一大早就自发性的在入口处站岗 还组成了防疫之工队 现场帮大家量体温指挥交通 清明连假返乡人潮涌入山区部落 台东排湾族人组起防疫之工队 在现场协助量体温还有指挥交通 要将疫情阻挡在部落外 当中不乏看见部落青少年不计酬劳守护村落 连续假期第一天看到年轻人归来 当地居民一则已喜一则已 因为在台版土版还有嘉兰三个排湾族部落 万一疫情突破防线进到部落恐怕造成威胁 不过当地部落在接用鹅温腔也出现小插取 差点把烤肉用的温度机都借来 在现场一梁才发现温度得从100度起跳才有数值 幸好及时发现 但也让全村绷紧神经的状态下 轻松一下 记者刘林祥台东报道